您好我是老春 现在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树的基本画法 咱们这个学这个国画基础内容呢 这个树的画法和山石的画法 是这个一定要学会的 因为在山水画里边那个这个树啊山呢 基本上是必须的内容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呢也就不成其为山水画 现在介绍这个画树 这个棋手呢可以从上往下画 当然你从下往上画也可以 但是呢就是一般的初学呢 从上往下画呢这样呢 学起来比较稳妥一些 这是介子园上面的这个一个图 学员呢学习的时候呢 可以照着我这画 也可以照这个介子园上面这个书上面的图呢 进行学习也可以是一样的 这个古人说呢 树分四枝 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树呢 它是一个立体的 它各个方向呢 都可能会出枝 所以呢 我们画的时候呢 不仅仅要刻画它这个左右的这个处枝 而且要考虑到前后 另外呢 要注意这个前后的一个穿插关系 前后之 在这个 前后这个一个顺序 这么一个关系 要掌握好 让人一看呢 就是有前有后 它不是一个平面的 很死板的这么一个树 另外呢 这个画树还有 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一个是呢 一般的上边比较细 底下逐渐往下粗一些 另外呢 现在我用的是这个双钩法画树 双钩法倒是 刀到这个树梢呢 因为它比较细了 用双钩呢 就不太好画了 尤其像这种小画 到这个树梢的部分呢 它比较细 这样呢 就用这个单钩法 或者说莫古法来表现 就可以 我这画呢 是旁边的一棵小树 另外这个画树 勾线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一个是呢 要有力度 这个线呢 不能是软绵绵的 有力度 另外呢 注意这个枯湿浓淡的 这个结合 那个枯湿浓淡呢 要都要有 这个有时候呢 一笔里边可以有枯湿浓淡 或者说这个树之间呢 它也要有一些枯湿浓淡的对比 比如说一些这个 左边枯湿浓淡的 左边枯湿浓淡的 右边呢 也就尽量湿一些 比如说上面枯湿一些呢 下面湿一些 总之呢 要时刻想着这个枯湿浓淡的这个对比 应用 这个呢 当然初学者呢 一下子不可能 画的那么完美 但是呢 就是 咱们既然学习呢 在意志中呢 要时刻想着这些那种 这些 这些要点 要时刻牢记 那么这个就是画树的 棋手法 下面呢 我要介绍一下这个双钩法和墨谷法 我先演示一下这个双钩法 双钩呢 这个顾名思义 它就是 两条线 把这个树呢 给它勾画出来 当然现在这个 树梢部分呢 因为它是越来越细 越来越细 所以呢 可以用单线 它叠这个树干 和一些比较大的树枝呢 就用这个双线 来勾 最近呢 我们开办了 这个网上的 配信班 采取这个视频直播的形式 教一些零基础的成员呢 学了画画 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那么如果您有兴趣呢 可以与我们联系 来了解一下 另外呢 我们还在掌门开通了这个直播社群 每周呢 至少一次的免费直播 还有不定期的这个学习讲座 所以零基础的朋友 如果我想从头开始好好学一下这个国话 可以跟我们联系 这个按视频后边这个加我的微信 老春 AAA就可以 拼音老春 AAA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微信群 注意这个树枝的穿插 它有前有后 有左有右 这棵树呢 基本上就差不多 基本完成了 这树干呢 可以适当的给它村擦一下 把这会儿添个枝子 要注意这个树的形态 左右呢 不要太平均 另外呢 有树有蜜 另外这树呢 不要画成一个大圆球 好了 那这棵树呢 就基本完成了 那么这就是双勾法 下面我演示一下这个莫谷法 莫谷呢 就是也叫单勾法 单勾呢 就是不用再两条线了 一般在一幅画面里边呢 可以同时出现双勾法和这个莫谷法 照样画出来的树呢 显得比较丰富 不单调 那这个莫谷呢 也要注意这个出枝 画术呢 就是大家呢 多多的练习就可以 可以照这个戒子圆上这些图呢 多多的临摹 另外可以找一些这个 好的这个 传统的这个山水画 然后现在的一些山水画 都可以有重点的临摹临摹这些树 那么像这种啊 这个单线画出来的一些树呢 就叫莫谷法 好了 那这个双勾法和莫谷法呢 我就介绍到这儿 这节课呢 就到这儿为止了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节课见 我说 我们下节课 ——